新竹市救急會東陵慰慰活動 1月21號在北新公園登場 雖然天氣寒冷還飄著細雨 但大批大批的物資 仍是堆得和小山一樣高 現場還有提供意見以及熱食的服務 希望讓弱勢家庭在農曆年前 可以獲得一份溫飽 因為救急會本身就是救急不救窮 就是一個慈善團體 那從以前的老前輩傳承下來的 就是每次過年前 都一定要來做一些的慰問 就是集合大家的力量 一點點的物資 然後讓有一些比較貧困的家庭 就在過年前有一點溫暖 就忽然家裡頭有一些東西來了 最起碼有好幾天可以吃的 用的比較多一點 感覺過年氣息 今天以吃的為主 米啦 麵 還有一些罐頭食品 我們是請市政府幫我們發一千份 那其他的是由我們自己發 就是我們自己本身的個案 累積這麼多年的個案 那還有個五封堅持 就是我們後續 就是以年度的這個行程 都會再繼續做 新竹市救急會副理事長林盈策 在致辭時 也感謝來自社會大眾的愛心 讓每年這個有意義的活動 能夠持續辦下去 那早上有下雨 現在天氣又晴 雨過中會天晴 那我們希望 我們期許 我們就是大家 在生命的黑暗中的那道光 那我們一起來努力 未來的行善的道路上 大家一起繼續來同行 氣溫下滑 現場的民眾人手捧著一碗熱湯 這都是救急會的阿姨姐姐們 一早就開始動工的成果 經典的台式湯麵配料不馬虎 放入肉燥 共玩 乳蛋和小卷 鮮美的好滋味 不僅吃飽 更讓人心中倍感溫暖 記者簡舒淇 新竹採訪報導